U16 亞洲南籃賽 中華隊在最後關頭被通知無法參賽 籃協把矛頭對準了 東亞籃球協會的主席姚明 李市長更是在臉書自身 西州第一空位 嗆聲要跟姚明單挑 結果事實卻是 籃協並沒有派代表 參加2月的東亞籃技術會議 根據規則取消資格 在上次合成永輝的影片中 談到日本的天皇杯 是可以讓高中生能有機會 能與大學生、職業球員交手的舞台 由中華籃協主辦的2023 跨聯盟籃球邀請賽也想笑法 邀請了政大雄英之外 SBL、T1、Pilly都有派隊參賽 其中即將出征杭州亞運的中華男籃 也受邀請中 但就在週四一早 中華隊不滿籃協選擇退出賽事 這個決定似乎也讓大家回想起了 球員們不辭辛勞在修賽季為國家出戰 但是國家又為他們做了什麼 把中華隊球員當成打工仔的籃協 到底都幹了什麼事情? HELLO 大家好 我是球員選編 AKA 胖野 球員公會提出了三大要點 指控籃協 分別是不滿籃協集訓行程安排 不滿籃協的後勤照顧 不滿籃協未改善 營收分配溝通 早在7月的時候 中華隊去日本一地訓練 就因為只有一名防務員 引起立法委員莊瑞雄的關注 在致電體育署署長和召開協調會後 藍協依舊無作為 球員、教練背負著國家的期待 依舊出戰 但是這些問題沒有解決 藍協協又安排跨聯盟這樣的商業性質賽事 完全沒有與球員公會溝通 絲毫不顧及球員的權益 所以硬起來拒絕參賽 為國爭光這四個字看似風光 對於球員來說 是個動力也是個壓力 曾見台灣非人張宗憲 在2020年霹靂元年拿下MVP後 就被問到什麼時候 要重新披上中華隊戰袍 他只在IG回憶 什麼時候受傷不用自己去看醫生 找地方復健後 我們再來聊中華隊 短短一句話 透露了打中華隊的無奈 也呼應球員公會指出的第二點 不滿藍協的後勤照顧 整天拿國家情樂球員的藍協 在球員上後卻雙手一攤 這種嘴臉會不會太過於噁心 已經38歲的曾文鼎 秀哉記還要馬不停蹄的出戰窮思碑 雅典賽 犧牲與家人相處的時光不談 如果不幸受傷了 誰來賠償他職業生涯 和球團的損失 籃協嗎 要確定耶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剛剛提到的 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回顧籃協在整個夏天的所作所為 真的很難讓人相信 台灣籃球在他們操盤之下 能進步到什麼程度 U16亞洲男籃賽 中華隊在最後關頭 被通知無法參賽 籃協把矛頭對準了 東亞籃球協會的主席姚明 李市長更是在臉書自稱 西州第一空位 嗆聲要跟姚明單挑 結果事實卻是 籃協並沒有派代表 參加2月的東亞籃技術會議 根據規則 取消資格並無異議 再來就是林秉升的雙合約事件 籃協曾經想要當和氏佬 結果在一次調解會後 就宣布不再插手 事情做一般的態度 這真的是一個協會 應該有的作為嗎 再來談到亞運中華隊的部分 新台灣人阿提諾 到底能不能出賽 目前也沒有一個答案 籃協僅回應 沒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就想問 這是什麼腦殘回復 You're fucking idiot 簡單有個目前沒有收到消息 但是會盡力爭取 很難嗎 再來就是這週鬧得沸沸揚揚 第三聯盟創立的rumor 根據籃球網紅的發文 已經有一個建設公司的老闆 打算競選下一任籃協理事長 並且要與中信一起創立新聯盟 從T1選兩隊 霹靂選五隊加入新聯盟 籃協表明會阻止第三聯盟成立 問題來了 竟然籃協有這麼大的權力 為什麼當初要同意讓T1聯盟成立呢 難道是因為新聯盟成立 籃協無法分一杯羹 所以才要盡全力阻止嗎 在聲明裡 將籃協包裝成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 實際上卻幹著盈利的勾當 籃協無作為就算了 最讓球迷憤慨的是這些官員 真的是幹話連連 9月10號 籃協副理事長李中樹 在跨聯盟邀請賽記者會上 談到日本在沒有八寸的情況下 依舊取得奧運資格 直接日本做得到 為什麼台灣不行 這也是非常荒謬的言論 詢問籃協 日本對於出征國際賽球員的保障 你們做得到嗎 在不對等的條件下 要求同樣的結果 是不是有點太瞎了呢 政府每年投入大量預算到各個協會 是希望能夠幫助台灣的體育 可以更加蓬勃發展 而不是被有心人士拿來當作盈利的管道 最後回到林秉勝的爭議 目前工程師可以說是手握大量證據 基本上台星在與林秉勝共同召開的記者會中 沒有一點是回來到工程師的質疑 而林秉勝確定穿上台星球以後 也表達自己的三不態度 不看 不聽 不多想 乍聽之下 好像很豁達 實際上就是自己做錯事情 不願意面對 當初自己在IG上的聲明都被一一打臉 還厚著臉皮 認為自己沒有錯 對於一個26歲 已經具備行為能力的成人而言 這是個非常糟糕的處事態度 個人認為不管是哪個聯盟 掌握身殺大選 都必須殺機儆猴 台灣現在開始玩起職業聯盟 也慢慢有了起色 真的不能容忍這樣的害群芝麻 破壞大環境的發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你認為藍鞋這樣的事項 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下 你的想法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一部影片 再見